空岛雷区危机过去 三人回到基地前转难眠 小石头吹发来喜讯 哈喽欢迎收看一行求生记第99集 现在两种方框的被骑了 有人之夜也还没有来 小石头说 我们去找玛雅爷爷了解真相吧 说不定就能找到皮皮了 也是 既然已经收集齐了 于是我们三人便前往玛雅住所 这一路还真的很危险 到处都是M行人 我们只能够加速前行 千山万水来到了玛雅住所 爷爷你好呀 我们又回来了 后方他好像听不懂 小石头对着他说 我们已经收集两个 你说的方块了 伸手摆在老爷爷面前看了一下 似乎小石头老爷爷达成了某种交易 老爷爷不断的给他送东西 问的好奇是什么 就问了一下小石头 小石头说 我已经知道他们的下落了 利用这四种方块就能够找到他们 那爷爷给了你什么呀 小石头又说 回去你就知道了 小石头说 一切准备就绪 走吧 我们回家 这就回家了吗 是的 这就回家 好吧 我们三人回到家中 菜花准备收获毒果实 小石头说 不用了 我能够做出玛雅背包 这样就不需要出果实 也能有空气了 说求小石头摆出了四个背包 这不是玛雅爷爷的背包吗 怎么在你这儿 小石头说 是的 就是这种背包 一起把它们敲开 就会出现图纸 我敲了最上边的一个 背包还真的出现了图纸 兴起时 氧气背包 这些都什么来的呀 小石头说 不对 不是提供氧气的装置 我们一头雾水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我去问老爷爷 就这样 我们第三次回到了玛雅住所 这次比以往都要困难 我们被成全尖角牛截杀 在疯狂的张惊吓 不知道什么情况 小石头扔出了紫色的球 出现了紫色攻守 之后尖角牛一致一致的消失了 我这才有机会问小石头呢 小石头说 这是上次从黑龙那里学到的 里面有张图纸 被我捡到了 原来是这样 你怎么不早用呀 总算来到爷爷家 这次小石头又继续爷爷交易 几次之后 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说了句 太好了 我们可以去救皮皮了 有缘之夜 马上就要来临了 点击关注 这个翻阅以往1-98期内容 每天的定期更新氧机 不见不散哦